這一套,除了它的題材,某方面我會承認它是一套很經典的運動漫畫 對,我覺得是硬派的運動漫畫 當然硬派,一眼光在你的下巴 其實這套大家都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整季之中大家都覺得,嘩,這套真的很特別 運動題材,要運動又運動,要競技又競技 應該這樣說吧,它將一個不是競技項目的遊戲 放進它成為競技運動 我們也說回這套是小學館的競旅 你解釋不到為何是小學館 我也沒想到,但其實很熱血,起到一個題材當然不是 應該這樣說吧,如果你對比起,這類型 其實它只是等於超級系的運動漫畫 有超能力超必的 可以打到地球毀滅,或者是四六個人彈起 那它的確是有彈起的 我只說是這一類型的作品 如果用這種類型的準則來說 要撇除它是這個 其實這種叫做什麼運動? 這個運動就叫做勁女 這是生死格鬥裡面三丹排球的活動 對,其實它有點像一種摔膠 不過就不准用手的摔膠 不准用手的摔膠 不准用腳的摔膠 它純粹是用屁股和胸部 在一個浮台上 用這兩種方式 將對手推到台下,跌到水 就為之贏了 有這麼簡單的東西 作者空泳大志 以前也有另外的漫畫 其實都是一些體育題材 所以難怪它對體育這麼有興趣 當然 你說是體育還是體育?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監督呢? 其實它以前也監督過一套 因為我自己沒有看過 那套Fantasy Star Stella 反而大家可能要參考一下 但你說看這套 一開始就說 很多競技運動是有賭博成份的 例如港塞馬、賽艇、賽車 日本有賽單車之類的卡 我這樣說 任何的運動都可以加入賭博成份 其實我覺得第一件事 他做得第一幕很認真 以小弟一個馬迷來說 第一件事 我猜是一打一打完之後 誰贏就好像打拳一樣 有些人打拳都外圍這樣說 但他又不是 可以六七八個人走上擂台 那個擂台 無論如何都好 可能你覺得這幾不合理都好 第一件事 他是有PACE給你的 他是有1、2、3、4、5名 日本的賽馬就有1、2、3、4、5名 動畫也未講到這些 第一集已經有講 有一集裂了一集 他沒有詳細解釋 他沒有詳細解釋 這個應該是延續他有詳細解釋 但在動畫方面 其實他用了一個叫做什麼 踏上了這個運動裡 為了成為第一 順利的運動員 而努力的 就是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很老實說 對於這些經典的事 我沒有太大的觀念 純粹只是說 究竟作為主角 因為現在這類型的作品 通常都會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 你有天賦 但只是你的天賦未發揮出來 屬於天才型的角色 你那種就是真的很平凡 但這套東西採取了 其實是什麼 女主角屬於一個有天分的人 其實屬於一個 至少有資質 不是說你沒有資質 你這個人生就玩完 類型的角色 其實這套東西 我本身看的設定 我覺得很奇怪 有資質的定義究竟是什麼 究竟你是要攻擊的部分 比較突出 還是一個比較平板身形的 都可以叫做有資質 所以他第一集就展示這件事 你的平板身形 都可以很有攻擊性 很有威脅性 其實沒有說過 其實他也有說 在第三集也有說 其實是競女 他有三種角色 要是反擊型 一個是速度型 一個是攻擊型 所以出來的效果 他其實最後有分班 做攻擊型 那個是反擊型 其實他的套路和分析 我覺得他相對來說很仔細 他會教別人說 你的盆骨是應該怎樣 要怎樣研究 那個盆骨 為何女性的盆骨要研究 才會覺得 誰是勁女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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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可以看馬蹄血統 根本上就是 看看如何鍛鍊盆骨 盆骨已經可以鍛鍊 我想看看他如何 可以鍛鍊 為何歐美人比日本人更厲害 當然 這是個Fat處下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加上中華武學 不太精心的話 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Anyway 我們回到一套作品 其實這套作品裡面 建基於是一個虛構的運動作品 所謂的規則 全部都是憑空去建構出來的 而OK 在這套作品裡面 即他定義作為超級派 其實應該說 都是一件很理所當然的事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是超級派 你屁股尼海 怎可以發揮很多招式 以及你在胸部裡面 除非你會吃惡美神飛彈 不是的 其實是解決不了問題 回應一點很合理 因為剛才說明 超級派的運動 你會看到些甚麼呢 你會看到一些 將正常不能夠做到的效果 最簡單 或者一些不能夠變形的 變形 例如那些網球 可以打爆地球 滅絕恐龍的級數 這裏都可以將不同的 一些女性的部位 扭曲成不同的型 作為一個攻擊武器 它有螺旋形的 像中國那些武術 要翻幾個探騰 然後再轉身 三手半 然後砰下來 必殺技 而那個問題在於 剛才I AM講的問題是甚麼呢 其實你已經是 在這套東西的時候 在前設下 你已經是不會再去 對他的肢體動作 可以作出來 有骨折或扭傷的動作 你已經不會再去提醒他 因為你知道 這班全部都不是人 他有提及的 即是說有些招式是不能用的 例如這些 這些東西 跟你看廣漫 就是一百萬匹的拳也好 這些必死的拳 或者我出完這招會死的東西 是沒有分別的 但最後是不會死的 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些東西 因為這套作品裏 我也是說 他用了一個超級系的題材 這個超級系的題材 其實就是 我不用管的 最重要是 他給了那個招式的氣勢 現在真的想怎樣 我出貴寶氣功 即是你不要理貴寶氣功 你不要理貴寶氣功 總之我做完這個動作 我就可以出貴寶氣功 你餓我吃 不過有些東西 我覺得比較奇怪 例如他第二集 有說一下 怎樣去鍛鍊這個臀部 即是用臀部走路 好像小生都沒有看到 甚麼是用臀部走路 即是用臀部走路 用臀部向前 即是用臀部的肌肉去移動 但我覺得這套東西 我應該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做不同運動的選手 其實有些部分 好像踩單車 其實他們的肌肉的發達分佈 其實是會不同的 因為你鍛鍊的位置都不同 有些是不太全面 因為有些部分是不需要怎樣用到 或者是越輕越好 其實如果以競女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全部人都是健美選手的肌肉 這個我又覺得不認同 如果你用一個屁股來計算 用一個中文名字 那個不是叫古具 那個叫團大肌 即是你的大腿向上 臀部那塊 很大塊的肌肉 你練那塊肌肉 沒錯 如果你當第一集工打法 你是打人的頭 你用一個結實的 好像手指打在頭上 OK 但如果你是一個 打速度型 或者打鬼影變幻球 可能你要適當的flat 反而你是要結實的小腿去做彈跳 其中一集 就說三亞加 即是第二個女主角 即是銀色頭髮那位 不斷鍛鍊那個 拼屁股的速度 可以出攻擊 好像連環攻擊 為什麼要令到area更加大 我想你攻擊的area要大 但其實area大 不代表威力強了 我或者這樣說 我看第一集的頭十分鐘之後 我已經放棄了任何的思考 因為最後思考是會輸的 但他沒有什麼數據 怎麼會有數據 他想要回律 他有的 你不要說 你想像area那樣 你看這隻馬 你看這隻馬 出汗了 你就知道 虛火 不過你不要說 我覺得 他講話這些事之外 他鍛鍊那部分 我覺得很奇怪 他第二集說 如何用四個女生 同一間房間 如何傳沙灘排球 不是沙灘排球 而是沙灘氣球 為什麼我三集中 我只看到他不停在鍛鍊後方 前方都可以攻擊 他很少說到前方 我想未說到 但我這樣說 這套東西 其實作為超級運動漫畫的元素 他是很齊備的 他的重點在於 你接不接受到這種運動 那為什麼不接受 你接不接受到這種運動 或者這種是一種形式 因為他和你過往認識的東西 你很難想像 這本身是一個遊戲成份 不涉及任何技巧性的東西 他故意去創造一些招式 而那些招式是 被晚虎射球 或者衝力射球 或者網球毀滅星球 即網球毀滅星球 因為過好了 我不提這件事 用在足球小將的例子裡 這些就是 你由腳去射球出來 而產生很大的威力 大家容易去想像 但怎樣用屁股 去產生強大的威力 其實這件事是很難被想像的 但你這樣說就錯了 因為你的腳射的是團大機 你玩屁股狀都是團大機 這件事是很合理的 所以有一個奇怪的 我都說一件事 這套東西 雖然說三集來計 但是三集來說 我覺得他的節奏算是明快的 所以看上去 雖然說好像有些邏輯上的問題 當你分析了邏輯上的問題 你又覺得他給的東西 算是齊整的 大家先放棄邏輯的問題 不不不不 我又要糾正你一件事 你不要說他只是連外屁股 你想想如果他可以做到漫畫後期的 那些什麼前面的 上面的胸部可以扭成一團 不知怎樣獨龍鑽還是什麼 你要首先想一件事 你要人帶的位置夠鬆才行 然後前提就是你一定程度下 那些按摩改造人 為什麼泳衣會破壞 我又不明白第三集會泳衣會破壞 那他那一招絕招是越來浮到地上 其實他最主要是浮到對手的水 其實他沒有理由浮到之後 然後泳衣會破壞 那其實是沒什麼意思 那個意念上好像有點不同 當然你是殺必死 那破衣忌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破衣忌不能讓他輸 破衣忌不能讓他輸 這樣說他是為了 那些招式的誇張型 負帶傷害 等於所有超級萬威者 他要演繹這一招的威力強大 但是以威力強大的黑度 是怎樣去分呢 就是靠他附帶出來的傷害 就是你這樣說 會爆衣 另一個人會突然之間 好像什麼 身邊的空氣沒了 然後吸不到氧氣 那這些都是一些演繹的方式 你不要在乎這件事 不過不要說 他老師有沒有爆衣 我看到他現在很辛苦 這套戲是挑戰人質 不去思考的極限 其實是 但大家會不會看得很過癮 其實我覺得他的結尾有點奇怪 結尾有點像這個 那時候有一套是說 他見永衣就飛出去 另一套是有 智樹神也像 天安之物 或者這樣說 這套戲其實 集中點我覺得 如果你要看的 或者賣點是 純粹看女角 不是女角 他做出什麼動作 而是女角之間的故事 順便有時候 像剛才何馬所說的 魯仔少少殺必死的內容 其實這套戲就是這麼簡單 而那些戰鬥內容 我只是說什麼 他用了一個 黃道熱血的運動漫畫方式 去演繹 令到你不會 那一刻純粹 有一瞬間你會感受到 然之會你不帶腦 去思考裡面的動作 一切的東西 你可能會看到 嘩很帥 出絕招 你來往 其實對於就這樣看來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想帶腦去看的話 我相信就是 你不如回家找書 是的 我都說一件事 不過有人都清楚 這件事 就說他有精英班 有普通班 有精英班 為什麼精英班的面 沒有什麼精英班的粗面 故事還未到 純粹 有很多人 所以有些很想看 青英班那些人是怎樣的 純粹是對人質極限的理解 你能不能夠容忍到 這類型的作品 在你的眼中出現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有點政治不正確 為什麼只有勁女 如果勁男 就可能更高人看 這就是樹人的 New Game理論 對 我覺得勁男會精彩很多 我覺得勁男會比女性看 那看回北斗之拳 或者虎南屬 那也不行 美形男也可以 如果美形男同一個遊戲規定 可能會更清楚 那變成Star Wars Anyway 我還是說一句 我覺得大家純粹以一個 觀賞女國的角度 暫時說他的畫質 確定性是高 暫時算是OK的 至少崩的情況不算太多 因為對比起現在很多作品 其實他崩壞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這套作為一個 你用女性架空運動的作品來講的話 女國是一個這麼重要的元素 他也叫做 保持到質素的話 其實純粹看女國我覺得OK的 至少我覺得 你不要用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告訴你 你不是賣肉 但實際上賣肉 他現在這套很明顯告訴我 我就是賣肉 我覺得 你這麼明證完順的話 我覺得 這麼光明磊落的東西 我給你一點點的 credit 你不要說 最後補多一句 如果你說這些有格鬥技 又有賣肉成分 N年前的那套 類似叫什麼 英武女神 甚佩麗笛 那套的畫就真的差得遠 但是現在 可能會不會是因為 小學館的關係 不關事 不關事 你想要叮噹出來嗎 正義而已 好了 這套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